接下来为您播出 普法栏目剧 打击开始 你就得跟着做她媳妇 听见没有 亲人临时 他们迫于无奈 背景离乡 单纯善良 他们堕入精心编织的陷阱 我是这附近大学的志愿者 不常地为你们给您帮助 姐妹分离 再遭不幸 他们将如何逃离险境 但是你逃跑了什么这些 谢谢 敬请收看普法栏目剧 卧底前转之姐妹篇第二集 命运残酷 你交给教学的钱 他们只有面对 你这都是爆呀 你妹妹被我卖到山沟里了 幸福的梦在心灵深处 我要跟我爸爸妈妈和小美 就已经成立了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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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 你今天咱们两个 已经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了 我先到树边去换个鬼 阿龄 我能住屋上 我要为你活下去 卧底前转之姐妹篇 普法栏目剧 心情奉献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普华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迷你剧集 卧底前转之姐妹篇的第二集 前面我们看到 阿龄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爸爸却突然在一次事故中去世 家里的顶梁柱岛 以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阿龄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走出校园 但是刚走上社会 她都差点被一个叫牙签的流氓强暴 算最后 骗她的同学阿强良心发现 让阿龄脱离了险境 阿辉也及时赶到救出了他们 但是随着母亲再婚 进步刚成婚的到来 令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母亲的雪事也再次让两姐妹的命运跌至谷底 姐 我想妈妈了 你说妈妈在哪儿 她肯定在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喜欢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开什么课 我 钱呢 爸 你干嘛呢 好闺女 快把钱给我 快点 爸 咱家没钱了 有多少算多少我求求你了 咱家真的没钱了 我就不信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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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没钱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爸 爸 我求 这是小美上学的钱 爸 不行 爸 爸 爸 这是小美上学的钱 来 来 走着 走着 吃菜 你还不信吗 哎 这好歹 也是我一把屎 一把尿 给拉差大的 咱们也得看仔细点 你说对不对 拉倒吧你 又不是你亲生的 仰在你家白吃白喝 你早点打发给我 你不才省心吗 姐 他们说啥呢 咋子的事 恐怕 是 是那两个检查都回来了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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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做什么干嘛的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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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你干嘛进来 我 我 我告诉你啊 打 打 打击开始 你就得跟着老胖了 做才媳妇 听见没有 不 叫见话 老子养了你这么些年 要吃 有吃 要穿 有穿 现在让 让你嫁人 你 你什么不嫁 我 我 我打死你了 大哥大哥 别大哥 打坏了我还咋要啊 哦 现在就想着替自己女人说话了啊 成 你看着办法 反正现在这人啊 交给你了 你呀 爱咋地咋地了 嘿嘿嘿 宿命 救命啊 idea 救命 救命啊 啊 好你可吃理八萬 我 我打死你這小店鋪 嚇死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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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哥 就是他 七哥是牙签的表哥 在牙签死后 他一直对阿玲和阿辉怀恨在心 他多方打探得知 两姐妹即将进城 为了报仇 他吩咐手下放牙 埋伏在汽车站 等待着姐妹俩的出现 好 是哪个地方呀 怎么了 快快快快点 你好 两位小姐是第一次来城市吗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我是这附近大学的志愿者 专而帮助外来的女孩找工作 找住的地方的 无常的为你们提供帮助 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 这个好办 跟我走吧 我们先吃点饭吧 走吧 疯橋 bridges udsman 父亲 俩 stay 八干 伯偉 父亲 伯14 想吃那么点 若不咱们换快点 这家太贵了 这就贵了 我请客 listened to 完 好 忽然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两个 再来这个 好 谢谢 这个是你妹妹 我告诉你们 在这儿还没我敢回事 你们就放心吧 如果 你们这穿的有点土 这么着吧 一会儿 你们给我去买两件衣服 我给你们好好收拾收拾 可是我呢 有我呢 怕什么呀 那多不好意思呀 跟我客气是不是 我们不是朋友 对不对 我应该是没有 我 你喜欢 我 你喜欢 那不可以 我 儿子 我 我 这个行,你们俩上那个吧 进来了 你们先随便看一看,我去给你们拿一瓶水 好,谢谢 姐姐,怎么了?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爹 放开 这个,跟我走 明天送到案总会去,好好看着 那个小的明天给车付好 咱们出去电话 这门电话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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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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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话还不错 可带好好用 来 换上吧 换上 脾气可不小 干还不干 干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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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上去吧 我又想做生意 你醒了 你是谁 饿了吧 来吃碗泡面吧 你慢点吃 你是谁 我妹妹小美在哪 她不在这里 那她在哪 你告诉我 你还是坚持面吧 没力气 什么都干不了 我和你一样 也是被他们骗来的 可是现在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这到底是哪 还能是什么地方 他们把我们骗到这个地方来 为的就是用我们的身体 给他们赚钱 今天他们都上班去了 有特殊情况 所以留下来 顺便照看着你点 你能不逃吗 我是告诉你了 跑不掉 我要逃走 我要去救我妹妹小美 到底要不要 多少钱 一口罩 四万 要 让 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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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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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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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这人打了我 媳妇 你 你可是我花钱买的 不是你媳妇 你要是救了我 你说一辈子能害人打了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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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不乐意 废物 自己的媳妇 碰都不敢碰 分明是让人家村里人笑话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妈 他也挺可怜的 他可怜 你妈不可怜不可怜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就是想抱个孙子 你们这是要蛋黄这样的香火 我倒飞 宝贝 Anita 小匹 Alter 我真的呃 小匹 庹 Iron 啊 企业 季哥 我说没说别打点 拿你赚钱 滚 季 不行 我妹妹在哪 喽 说着吧 以后你就见不到她 求求你 把我们放了吧 我怎么可能把你放了 这个人你还认着吗 阿湘 他说我弟弟 他才二十岁 是不是你和你的朋友们同事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还有你的妹妹也在这里 还很长命之类 你这都是抱拥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们应该跟他们接客 你不应该跟他们接客 你不应该跟他们接客 你不应该跟他们接客去 你不去 我好看吧 你不去我就让你们去 听不听见 听不听见 你不来 你不来 你不去 你在哪里 你先不去 你不来 你不来 你不去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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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一次上班 难免会有些害怕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样 那些男人都简单得很 只要你对他们笑 你让他们开心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来 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 更连得连你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那些男人都简单得很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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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黄狗是这里开门的 昨天你不就被他打了吗 他旁边的那个是专门负责送我们去KTV的司机 这边的这个是专门负责把一些七哥看不上的人拉走 处理掉 怎么处理掉 一般就是拉到山沟里边 卖给那些娶不到媳妇的农女 那我妹妹 你妹妹 八成也是被卖了 是我拉着她进城的 是我要来的 都怪我 个人有个人的命 这也不能怪你 我不认命 那个爆牙 你认识吧 要不你说哪天我来中网上去 这里大部分的女孩 都是她骗来的 这人长得帅 都会说话 专门在网上勾在一些想来城里赚钱的女孩 把女孩骗了以后就 行了 别说了 我都知道 我知道你恨她 我也恨她 可是我们现在有什么办法 爆牙是七哥最信任的手下 我要报仇 什么 我要让她死 你媳妇是可以确定了 已经怀孕了 不到两个月 属于危险期 太像有些不稳 你今后没事就别碰她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我玩重要 我玩重要 明白就好 我留了些药 你去取来 我说给你怎么吃 好好好 这是你逃跑的详细计划 东西 时间 还有我们最后库面的地点 谢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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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玩意 这上面 这 这 这写啥这是 哦 这是我给您媳妇留的药方 上面写着什么时候吃药 一次吃多少 你不认字吧 让她收好 千万别丢了 谢谢没有 给我收好了 千万别丢了 那好大夫 那我就不送你了 好 谢谢了啊 我 你 现在都怀了我的娃了 以后就别跑了 老受点行吗 我以后也让你少受点罪 咱们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 这就好了 你等啊 我现在给您拿药去 好 来 哟哟哟哟 马哥 欢迎欢迎欢迎 老星啊 找几个漂亮的 没问题 我这有几个新来的 好 宝真漂亮 好 七哥 就是他 阿辉 刚才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阿辉啊 你给我查查去 好 我马上去 好 好 好 等等 你今天怎么安排呢 好 阿辉 今天跟你庆祝 把这开心点 谢谢朋友 行 那我立马去叫姐姐 这是我们这俩最漂亮的 两位哥哥看看怎么样 他叫小文 长得呀绝对漂亮 来 阿辉 今天为你庆祝 你先去 来来来 小玉小玉坐呢 我以为你又先小玉 来来来 小玉小玉 小玉快好了 阿辉 小玉小哥 小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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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刚来不久 不错 是我喜欢的一些 是我的荣幸 今晚陪我 华哥是知道的 这种事得跟妈咪 所以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愿意 华哥慢走 阿凉 好好伺候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洪新的贩卖妇女逼迫妇女卖淫 按照《我国行法》第240条 右边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 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或是其卖淫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此外根据《我国行法》第358条组织卖淫罪的规定 以强迫引用为手段 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所以洪基应该被恕罪并罚判处死刑 而老黄和老胖一样 他们以为买了媳妇就可以随意处置 这时违背女性意愿 强行和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 已经触犯了强奸罪 说完了法律 我们再回到故事中来 阿玲和小美背景连乡 达到了城市 却被人贩子爆牙所蒙骗 妹妹小美在漫到深山里之后 不断酝酿着出逃的计划 她令和跳下山崖也绝不屈服 现在她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想村医王平去求助 而王平也决定制定计划 帮助小美脱离险境 那么接下来小美能够成功的脱险吗 现在洪基又以妹妹的下落为要挟 逼迫阿玲卖淫淫 那么为了小美本身就沦落到夜总会里的阿玲 会不会放弃自己就此堕落了呢 当然我们在关心姐妹俩命运的同时 也不能不提起阿辉 那么看到 此时阿辉 已经成为了一个叫林超华的人身边的小弟 看到阿玲之后 阿辉的内心更是难以平静 对于阿辉来说 一方面她不知道 这些年在阿玲身上发生了什么 她为阿玲目前的处境感到担忧 另一方面 她现在也还无法表露自己的情感 直接去帮助阿玲 那么已经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阿辉和阿玲 他们还会经历一些什么呢 而同时我们也看到 阿玲的夜总会里 遇到了一个生意人 林昌华 她好像很喜欢阿玲 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会如何发展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普法栏目剧 卧底前传之姐妹片的大结局 其他人都被抓了 没被抓了 不是我 就是你 不不不 阿玲 绝对有人陷害我 怎么平时对你不保 你什么个贱人 你陷害我 我什么杀了你 阿玲 我是阿辉 我那就是小妹 你们恨了她 不恨了她 要是想逃了 就得跟她 他们被抓了 跟我吧 不行 我还要救出我妹妹 看普法故事 挺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